台北市的實價登錄這個範例 是我一樣放在雲端上面 這邊有個實價登錄的範例 那這個實價登錄呢 是內政部的官方網站 你們炒一下 一定 或者你打實價登錄 目前開放資料我想很熱門 你網路上隨便查台北市的開放資料 之前我看到有至少2000多種以上 現在應該可能更多了 那這些資料呢 都是政府 他比較沒有 這個所謂的像智慧財產權 或者是個資的問題 那些需要讓民眾知道的一些訊息 他可以藉由開放資料 揭露這些訊息 那你可以怎麼樣呢 可是問題它是一個RAWDATA 一個很原始的資料 那有點像是 其實大數據的概念裡面有一點就是說 它有點像 以前歐巴馬在任一直強調說 大數據會未來在10年內 成為一個很重要的一種能力 主要是有點像是 你要把石油體驗出來 才能夠變成其他的產品 比如說你要給汽車用變汽油 中間你需要做很多的事情 才能夠得到你要的結果 那一樣的道理啦 就是大數據RAWDATA 其實也需要有人去做這種大數據分析 才能夠得到你最後要的一個結果 那中間可能你要做很多事情 那當然中間可能會需要有人去做一些什麼 利用這個大數據分析的能力 那這些能力當然包含哪一些 你說 是不是一定要用哪一種工具 我覺得 倒沒有說人家規定說你一定 比如說用程式好了 一定只能用Python嗎 只能用R嗎 不能用VBA嗎 反正老闆不看這個啦 客戶他也不看說你怎麼做出來的 他只希望看到的是那個表格裡面他要的數據有出現 還有呢那個最好是做圖表 圖表是漂漂亮亮的 該出現的數據呢 該有的都有沒有問題 這樣就OK了 那中間的話當然他才有可能會對那個 不過一般人我想你原始資料給他 他可能說不用這個不用給我 我要看的是最後 只要你的資料來源是正確的 可能是來自於一個官方的 或者是比較是有公權力的那種機構的話 我想應該都是可信任的 就像說實價登錄也是一樣 但是問題實價登錄資料給你之後 那你要怎麼可以讓人家查出來 那當然有的時候啊 你光要資料幾萬幾十萬筆啊 你要怎麼辦 慢慢再來一個一個去找嗎 當然不是 所以最好怎麼樣 快速的可以建立一個查詢系統 那這樣最好 而且甚至最後呢 可以做出一個批示查詢系統 那更好 按下去 自動幫你把需要的那一些街道 或者區分區分段分價錢 一個按鍵全部都已經 甚至自動幫你把圖表都做完了 然後呢自動寄給那些該說到的人 哇那每天都寄給他的話 或者是類似吧 反正這樣全自動去處理資料 我想 它背後的價值意義會很大 那很需要有這種人存在 目前這種人喔 可能還比較是少數 但是我想未來這種人才需求是非常的大 只要資料量超過人工無法處理的那個量 就需要用自動化來處理 所以這部分當然你可以藉由什麼 我們現在所學的東西 甚至你可以什麼 配合像樞紐分析表 而且樞紐分析表後續 那個Excel 2013 以後的版本 又多了很多 Power 相關的工具 像 Power Query 以前叫 Microsoft Query 還不夠 它叫 Power Query 把以前要付費的跟 Power 公司 可能直接買過來 幫你裝上去了 你不用買了 然後 Power Pilot 就是比樞紐分析再更強大 可以直接抓資料庫的資料 直接撈過來幫你完全分析 它叫 Power View View 的話直接產生對應的那個圖表 然後 Power Map 3D 的 不只是 2D 的 讓你可以去後面可能加個地圖 顯示所有的相關訊息 比如說經銷分公司在不同的地點 馬上可以顯示它需要顯示的相關資料 那這樣的話當然就很有意義了 不過我想這東西的話 可能像 VBA 怎麼跟樞紐分析結合 其實網路上 Google 一下應該都有這相關資料 那一天我就很 很有趣的 我就 Google 到 1 2 3 4 我就看到這個摩擦與巧克這個 然後就把它點進去之後 然後看到這一篇很特別 因為我看了一下 它裡面有講分析怎麼去做 在樞紐分析裡面關掉了什麼 Subtotal 的合計欄位 然後就往下看 這怎麼做 然後就看到 什麼它就講了說 它以前是很耗費 開始研究 然後一堂課 可是它說剛出社會的時候是新鮮的 一堂課要上萬塊 所以它沒辦法學 後來它好像存了一筆錢之後 之後的話 然後就另外看了一些 什麼 YouTube 上有一些好心人的教學課程 然後再講台灣的吳老師 還有什麼阿拉伯、印度人等等 所以這可能 所以我說網路上其實每天看我的影片的人 其實不在少數啦 因為這樣的關係 認識我的也是蠻多的 那我其實也是很希望說 像我上課什麼的很希望錄下來 其實也是因為 其實也還是 不是說有一些商業利益考量 而是說真的希望很多人加入來寫程式 因為我20幾年前開始寫程式的動機 就不是因為我想要用這個來賺錢 而是我覺得這個事情很重要 因為你塗法鏈鋼真的很浪費時間 那如果每個人都具有程式設計能力的話 哇我想台灣未來應該會很不得了 如果連國中生、高中生 每個人都會寫程式的話 哇我們台灣可以做很多什麼都自動化的事情 OK 那可以用在什麼地方上面 其實就是下一個世代工業四點 第四代工業革命的主要的內容 就是整個完全不一樣 如果這些東西都實現的話 哇台灣遠遠把很多國家都拋在腦後了 不過當然我只是一個想法 但是後來我發現好像離我想的還蠻遙遠的 因為我開始教程式之後我發現 我覺得很簡單的事情 好像別人都覺得很困難 所以我一直在壓低我上課的內容 為什麼 因為我剛開始教的 真的感覺好像我覺得很簡單 可是別人都覺得很困難 好像聽不懂的好像佔多數 所以一直在調整一直在調整 那當然呢這個也是他提到了 所以他提到說台灣的吳老師 這關鍵 不過後來他說他也因為這樣關係 好像也來上我的課 也報名了那個東吳的推廣部 吳老師的課程 也還蠻有趣的 所以也希望說將來如果你們有寫一點部落格的話 會不會哪一天也搜尋到你們的東西 OK 那當然就是用分享 我覺得現在未來 分享不是只是單純快樂 而且分享已經成為一種經濟 現在分享經濟很夯耶 而且你從來沒想過 分享原來可以賺很多錢 OK 所以有的時候無心插流的時候 反而你因為這樣的關係 還可以獲得很大的利益 不過那都是其他的 OK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請各位試一下 剛剛有提過實價登錄 實價登錄 當然這邊有一個實價登錄的資料 我只有去做出什麼 只有下載部分400多筆而已 因為其實總比數可能幾十萬上百萬都有可能 那都在內政部的官網裡面 那我們如果今天希望怎麼樣 快速的做出一個什麼呢 查詢系統 查哪一個呢 我希望查這個地段 它可能是在哪一個區域 那如果說我今天想要做這件事情的話 其實你可以直接怎麼樣 拿剛剛的篩選業務來改其實就可以了 那怎麼改 基本上第一個當然你可以怎麼樣 把篩選業務改成什麼呢 篩選可能地址之類的吧 OK 然後呢再把裡面可能需要動到的地方 再修改一下吧 裡面我想大致上應該都差不多的位 列數可能不一樣 不過它這個地方列數不一樣自動會偵測 其他好像也都差不多 所以基本上你們可以試試看 把這個地方稍微再修改一下 有關實價登錄的部分 那另外就是說呢 除了篩選業務之外的話 那請各位就是把那個地方 還有後面有一些篩選什麼 篩選其他的 產業別 產品 客戶名稱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那我們也先休息一下 待會再繼續來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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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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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